雅万高铁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铁 路线不长 但示范效应明显 目前雅万高铁在连钓连试阶段 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实现了时速350公里的速度运行 该高铁将如期在今年8月印尼国庆日期间开通运营 届时印尼将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开通高铁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拥有350高铁的国家 其实雅万高铁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印尼 引起了东南亚建设高铁的热潮 在中泰铁路项目方面 泰国要求中国提前一年 至2026年开通运行一期工程 同时将在今年提前启动二期工程 越南则主动提出了中越高铁对接的想法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重新启动了两国连接的高铁项目 未来将接入中老泰铁路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 马来西亚高铁机构开启了 新龙高铁发展运营企划书征集工作 据报道 马来西亚高铁机构在7月11日发出了信息征询书 了解相关高铁企业 对新龙高铁项目的兴趣 能力及资源 还鼓励相关拥有相关经验的企业和财团参与本次活动 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新龙高铁项目的前进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高铁机构在征集公告中直接指出了征集目的之一 在于让政府进一步评估业界对于全额资助新龙高铁项目的兴趣及能力 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探讨技术规范 商业模式 治理框架等问题 说的直接一点就是 你要先答应全额出资修建铁路 对于采用的标准 运营期限 股权结构等后面再谈 这或许是一个坑 按照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学者的测算 高新铁路 马新高铁通车后 到2030年每年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经济带动力 分别约15.9亿美元和6.4亿美元 虽然直接效应并不明显 但高铁将在旅游业 供应链和零售业领域 创造就业和增长机会 新马双方的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度会进一步提高 不过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建设 很快因政局变动而出现不确定性 2018年9月 当选马来西亚总理4个月的马哈蒂尔正式宣布 鉴于财政紧缩原因 马来西亚无法担负造价以高达270亿美元的 原高铁项目方案 希望推迟与新加坡的这一高铁项目 此前两国政府已经就延期此项目进行多次沟通 与马来西亚新政府急于摆脱纳吉部的政治经济遗产不同 新加坡的态度是较为慎重的 最终双方同意延迟至2020年5月31日再启动该项目 2021年1月1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发表联合声明 正式宣布终止启动了两年的吉隆坡至新加坡350公里铁路建设项目 联合声明说 鉴于疫情对马来西亚经济造成影响 马来西亚政府对马兴高铁计划提出几项改动意见 两国政府就这些改动意见举行数次讨论 但无法达成协议 据报道 导致项目终止的直接原因是新加坡不同意马方 在吉隆坡机场建设一个站点的要求 新加坡认为此举将威胁到新加坡的航空业和地区枢纽地位 按照设计 马兴高铁客流量每小时1万人 如果建成对沿途物流和人流的影响极大 面对房价和生活成本高昂的新加坡 一部分金融产业和高端金融人才 就会被高铁分流到吉隆坡 开启更加对称的双城模式 此外一部分中低端产业 也会转移到与新加坡对面的马来西亚 长期而言 新加坡可能担忧马兴高铁建成后经济产业布局的变化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 疫情冲击下 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拖累马来西亚政府对基建项目的支持 然而进入2023年 东南亚第一条350高铁 亚万高铁即将开通运营 这将彻底改变东南亚地区的高铁格局 再加上中泰铁路加速推进 中南半导铁路网即将形成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就连一直防备中国铁路对接的越南 都主动提出研究两国高铁对接的可能性 作为泛亚铁路最南端的新加坡 也坐不住了 今年5月 新加坡交通部长 易华人在视察新柔地铁时 就放出消息 声称已经做好准备 重启新龙高铁项目 进入7月 马来西亚也放出了 重启新龙高铁的消息 那么为什么新马两国 突然提出重启高铁建设项目呢 这主要是从示范效应 经济发展等角度来理解 从示范效应来看 中老铁路和亚万高铁开通 深刻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交通格局 中老铁路开通之后 老挝处于躺转状态 成为了中南半岛重要的货物中转中心 带动了老挝物流行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创造了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 亚万高铁开通 将成为东南亚铁路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极大提升印尼国际影响力和旅游业的吸引力 将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潜力 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发展利益 是互利共赢的铁路大项目 所以越南主动提出对接中国高铁计划 泰国主动要求提前一年开通高铁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 将有利于中南半岛国家通过交通一体化 促进经济一体化 激发经济发展的潜力 目前东南亚地区 特别是中南半岛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成为了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 因此 修建高标准的铁路网络 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运输效率 联手打造陆上经济带 激发经济发展潜力 就连马国高铁机构首席执行员 穆哈·莫诺·伊斯迈 都说得很直接 重启新龙高铁目的 就是希望能给经济增长 带来乘数效应 汇集各行各业 其实全长约600公里 马来半岛东西海岸重要港口的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 已经由中企建设 建成通车之后 可以往北延长至马泰铁路 向南连接新龙高铁 将彻底打通中老太马新铁路通道 极大促进沿线经济发展 6月12日 我国首趟经老挝 泰国到马来西亚的全程铁路班列 成功开行 标志着泛亚铁路中线大通道 基本实现贯通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走出坚实的一步 据于新欧公司介绍 该趟中老太马班列 从重庆团结村站始发 经中老铁路运至老挝万象 在万象塔纳棱换装厂换轨后 经泰国境内迷鬼铁路 运抵泰国与马来西亚的边境 巴东勿叉 据悉 本趟中老太马班列全程运输时间约13天 较传统江海连运缩短超40% 于新欧公司表示 将尽快实现 重庆马来西亚铁铁连运班列 双向常态化开行 目前 泰国高铁正在建设 根据泰国交通部轨道交通厅的最新评估 中泰铁路一期预计2026年建成通车 中泰铁路二期预计2028或2029年建成通车 我国也在加紧建设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 马东铁路的起点是马太边境的哥达巴鲁 京登加楼 关丹 文德甲到吉隆坡 线路全长688公里 马东铁路由中国交建集团成建 采用中国铁路国家一级客货两用标准电气化铁路 客运列车设计时速160公里 货运列车设计时速80公里 目前已经完成超过41% 预计2027年全线建成通车 马东铁路建成通车后 中老泰铁路到马来西亚的主线路 将从泰国的古堡过境到马来西亚的哥达巴鲁 走东海线到吉隆坡 今年3月31日 新加坡总理马来西亚总理同时放华 中国与新加坡关系提升为 全方位高质量前瞻性伙伴关系 中国与马来西亚达成中马命运共同体共识 中方表示 愿同新方继续用好 中心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平台 加强陆海新通道建设 马方表示愿同中方全力合作 推动有关倡议落地生效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2022年马来西亚 泰国和老挝三国货运列车 东盟特快列车已经投入运行 该列车利用现有迷鬼铁路 从马来西亚经泰国抵达老挝万象 全程2206公里 用时72小时 本次中国老挝泰国 马来西亚全程铁路搬列开行 意义重大 泛亚铁路中线全程贯通 紧插到新加坡的最后一块拼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